大家看到的这棵桃树是我用桃壶育苗 第二年冬末昏初的时候进行了嫁接的一棵桃树 因为刚刚嫁接,它没有结果 另一棵桃树,这棵桃树也是桃壶育苗 在第二年它就已经开了50多朵桃花 桃树它是非常早开花的一种果树 一般在二月底三月初,您看就有一些小的花菇的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现在在开花的地方,您看 已经都长出来了嫩嫩的毛茸茸的小桃子 刚长出来的时候,像小手指肚这么一点点 前头尖尖的,用手摸一摸,毛茸茸的 可漂亮了 它们为了保护自己啊,总是藏在树叶子底下 您看这个,哎呀,更小 看着它们的生长,一天一个变化 您真的是特别的欣喜和欣慰 看着自己种的,桃壶种出来的桃树也能开花结果 真的是特别的高兴 扒开树叶呀,您能看到很多很多像这样的小桃子 您看它那个乳秀未干的样子 颜色是青绿色的,上面带着一点点暗暗的 一小块的条纹 不久,这颜色一点一点发生了一点变化 每一天看它们都是不一样的 您看,好像过了几天 个子就不知不觉地长大了 随着树叶呀,越长越多 有的时候,您很难找到它们 你看,它们就藏在里边呢 哎呀,它们的颜色呀,有原来的青绿 随着个头的增长 可以看到一点点的粉色了 那么在我们上一期已经讲过 在桃树冬末开花长叶之前 我们就一定要进行卷叶病的预防 要喷这种不是农药的 这种organic的meme oil 一定要注意两个时间 这个喷洒的时候啊 特别要注意的这个时间 一个是傍晚天黑之前喷一次 和转天早晨 不要隔离 转天早晨天亮之前 一定要在太阳出来之前喷洒 这两个时间要是连续的 每一个枝干上都要喷洒到 这样保证了不得卷叶病 不招任何虫害 用这种有机的苦练油 使得我们吃上特别放心的桃子 那么我们看到桃花不断地开放 然后呢就长出了叶子 接着桃子就开始形成 才刚刚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您就会看到桃子的这种变化 颜色的 个头的 形状的 各种变化 那么管理上 我们要更加注意 加强预防 卷叶病 所以我们要 再隔一个半月之间 我们要再进行一次 这个傍晚时分 和转天 清晨 太阳出来之前 一次连续的 这个卷叶病的 预防的 这个苦练油的喷洒 几场暴雨过后 早春的 像鸢尾花啊 像玉金香啊 都静香开放了 雨水啊 带给万物复苏 当然 虫儿们也不例外 这波 阔雨就来侵扰我们了 大雨过后 或者清晨 我们都应该啊 到桃树边 去把桃树叶反过来 检查检查 看看是否有 这样的小阔雨 阔雨啊 是种无壳的 像蜗牛一样的 软体动物 这种没有壳的阔雨啊 它很危害 我们的桃树叶子 把桃树叶子 咬得一个洞一个洞的 不久的将来 它还会 对我们的桃子 先下手为强 一旦我们反过来 树叶检查发现 我们就要 第一时间消灭它们 用家里的 这种小药盒 我特别喜欢用 放一些盐栗子 大盐最好 把我们抓住的 阔雨放进去 阔雨见到盐 无法呼吸 立刻就死掉了 阔雨啊 它们喜欢潮湿的环境 早晨有露水之后 它们经常集中出没 还有傍晚 所以我们在这个天热以后 浇水千万不要傍晚 浇水 一定要早晨太阳 出来的时候 我们浇水是最好的 那么为了防止 阔雨爬到我们的 这个桃树上 我们底部 桃树底部的 这个枝叉 我们尽可能的 要把它剪除 随时要进行修剪 靠近地面的地方 离土壤比较近的地方 这些枝叉 我们都要剪除 修剪之后 我们一定要 以防它的伤口 出现一些 这个细菌性的感染 我们都要用 我喜欢用伤口愈合剂 我会把伤口愈合剂的 这个链接 放在我的说明区 请您点击查看 我在种的时候 有一点失误 就是刚开始 这个育苗移栽到 院子里的土地里边的时候 我种下去 没有注意到 要开始种得比较高 出一个高坡 所以现在呢 这个树根呢 长得不是很高 离地面比较近 你看那分叉地方 离地面比较近 这就是我们桃树育苗 栽种到院子当中 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只要发现了铺鱼啊 我总得把树下的 这些原来铺的稻草啊 时不时的 我要把它用耙子 把它先都移开 然后呢 我要放一点草木灰 放一点草木灰的目的呢 就是防虫增甲肥 我们撒草木灰 也是在它的滴水线周边撒 撒完之后呢 我们也还是要浇水 等表土干了以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稻草晾晒这么一两天 干稻草再铺回去 另一种方法呀 就是制作树群 就是把快餐店和饮料的杯子保存下来 然后把它剪开 成一个长圆片 然后呢 给它放上 贴上这种双面胶 我会把双面胶的链接 放在说明区 请大家自己点击查看 然后把这个双面胶啊 给它 打开 让它能够工作 接着呢 我们在树干的最下端 离地面比较近的地方 最下端 然后我们把它包裹在 尤其前端 包得紧一点 包裹在树干上 阔鱼也叫鼻涕虫 它们就不会再爬到树上来了 我用这种方法呀 特别有效的治理 阔鱼 但是时间长了呢 因为树干在变粗 我们还要把它解下来 重新再换上新的 我们也可以呢 在这个双面胶的地方呢 这放一点盐也可以 这样呢 也能更好地阻止 这个阔鱼一旦爬到这个树干上 它们见到盐 就几乎完全死翘翘了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灵验的 这就是我所做的树群 特别有效的防止 阔鱼 也就是鼻涕虫的出现 另外呀 您要如果肯花钱的话 在Amazon上也有卖这种 给我们做好了的 防树虫油脂袋 我会把链接放在说明区里 请您自己点击查看 还有一种天然的方法 您听 在与阔鱼的战斗中 最有效的策略就在于 招募它们的天敌了 其中青蛙 蝉雏 和其他喜欢将阔鱼 作为美味夹肴吞食的动物 是我们最坚强的战士 所以呀 当您听到这美妙动听的歌唱 千万不要烦恼 这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动物朋友 在帮助我们消除害虫 保护我们的桃树呢 这不 又来了一只 它们已经在我们家 安居乐业了 我的大鱼池也是它们嬉戏的乐园 唯一要小心的 就是我们家里如果有小宠物 尤其是猫啊狗啊 当它们暴露于某些蝉雏分泌的毒素的时候啊 就会发生蝉雏中毒 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啊 让狗到院子里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 还有一个好办法 就是种植啊 伴侣植物 那么桃树的最佳伴侣植物是什么呢 是大蒜 万寿菊 洋葱 芦笋 等等这样的植物 所以呢 我在旁边种的就是万寿菊 这是我们给一些机构捐款 然后呢 给我们赠送的一些小礼物 这就是万寿菊 在一般的超市里边的 卖种子的架子上都有卖 也不贵 不要在桃树 滴水线下 不要啊 离得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好 下边我们打开 这个种子 万寿菊的种子呀 就像一个 小小的火柴棍 您看 像一根一根的小木头蟹的火柴棍 然后我们把它散播在 刚才您翻好的土上 一般种的不要密集 因为它长得会需要很大的空间 我们种万寿菊呀 最好选择在这个下雨天 雨后 土壤特别湿润的时候 种最好 我就用这种啊 花园土 只覆盖薄薄的一层 就可以了 因为是雨天 土壤很湿润 您覆盖以后呢 它如果它一会儿还要下雨 就更好了 没有的话 稍微加一点水就行 保持湿润 一般来说 几天之后 它就开始发芽了 有了万寿菊 就能吸引有益的昆虫 捕食有害的花园昆虫 万寿菊还有助于消除献虫 对我们的桃树 真的是太有利了 另外呀 对付蚂蚁 我经常用这个办法 在Los呀 在Hondipo都有卖 很便宜 一盒有好几个 我们把它打开 放在这个边缘的草地上 蚂蚁全部死翘翘 它的工作原理呢 是吸引所有的蚂蚁 带着它的药液 回到它们的蚁巢当中 从而消灭所有的蚂蚁 我会把这个链接 放在说明区里 请大家自己查看一下 另外呢 因为是第一年结果 所以相距比较近的 较小的这种果实 我们都把它摘除 因为是第一年 我们要保留它的养分 让它集中 结一些比较大的这种果实 还有呢 就像这种 这个 像双胞胎 这种果实 又离其他的 稍微大一点的果实 比较近的 这一种 把那个双胞胎 我们也要把它全都去除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把畸形的去除 也就是本着去小留大的原则 这样才能让营养 攻击那个大个儿 还有要注意的 就是桃花啊 它是牵后开放 有鲜有后 所以呢 如果是后开放 又接的那个小果子 又非常健康的 我们就保留它 另外最近呢 我去这个苗圃里边 向这个嫁接师学习 这个嫁接师还告诉我呀 如果您种的这两棵桃树 都是石生苗 就是用桃壶培育的 那么一棵先结果了 而且结的比较好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用 这一棵的这个枝条 嫁接到另一棵 没有开花结果的桃树上 这种嫁接是完全可以的 这是我新学到的知识 还有呢 就是因为它的基因 不是特别的稳定 所以我们如果发现 您种的这棵长势非常好的话 我们也可以就保留您这一棵 把另一棵去除 因为桃树啊 它是自花结实率较高的这种树种 但是一花受粉确实 而且非常好提高它的作果率 那么对于我们自己用桃壶 育苗的两棵桃树 其中一棵如果已经基因稳定 而且开花结果 而且果实非常好的话 这样我们就完全可以把其中一棵 嫁接到另一棵上 如果不行的话 如果您两棵都 基因都不是很稳定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网站呢 或者上最好就是上当地的苗圃 去买我们喜欢的桃树种类的 这种新的枝条 一定要以最快速度第一时间嫁接 这是嫁接成功的一个关键 好 希望我种桃树的这些视频 这几期视频 对大家种桃树有帮助有借鉴 也希望您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